DPR又能不能捍卫出自己这个三连贯的称号呢 来看一下在盖亚上的出生点位 两点钟黄颜色的虫族 对 这盘比赛的地图啊 其实跟早上我们中午我们看到的 王恩平跟黄慧明的比赛的地图 还有出生点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黄色的虫族是谁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 黄色的虫族是DPR 12点 蓝色的虫族 土多明 土多明是出生在12点 那么这样一个位置 双方会不会又上扬 像早上一样的这样的一幕呢 其实早上像这样的两张地图 应该说决定比赛的应该是飞龙 但是没有想到双方给我们带来的 竟然是结果在小狗这样的一个阶段 好 这边双方第一时间侦查到了对方 好 开始模仿了 模仿秀开始 模仿秀 是 土多明 双方都侦查到了对方 12底 这边这个农民不能带 不能带着8块钱去开矿 这 开矿肯定要往家里用 招空 对 好 这边 来 12底 好 这边也12 12底外双 12底 非常的标准 一切的悬念都在12底雪池照完之后才刚刚开始 现在比赛完全是选手 就是跟平时练习重复了无数遍的动作一样 这段时间我们几乎可以忽略这边有一点变化 这边是学了好像从时间判断我们可以看可以看出来 应该是双方不约而同的一个动作 时间仅仅差了一点点 气泡 有泡的蛮燥的 这边放一个雪池 这边也是个雪池 我时间 这个雪池应该是 土多明学DPR的 因为DPR这边时间要早一些 模仿秀啊 对 模仿 真的是模仿秀 那么这样的话呢 DPR有了一定的先手啊 先手的优势 他可能会率先出招 双方并没有给自己留 留很多的重卵 而是权力的发展经济 这边重卵 对 现在雪池已经造好了 但是没有重卵 所以说 双方是把自己的经济巨大化 在提完狗树之后 才会考虑 造一波小狗 这边拉了三个农民下来 农民要 要做一下合理丰布 这边九片框 九个农民就够了 反正这边少了一个 只有八个农民 多拉了一个 因为每一片框 保证一个农民采集 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应该还是八个农民 我们看看补出来的还是什么 应该还是小狗 应该还是农民 不过这段 现在离小狗提树的时间 是越来越近了 小狗 对 距离非常的远 但是提树狗 这个攻凡转换可以很快 如果对方狗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进攻起来 对你的危险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六条小狗出门了 然后在 现在的小狗在外面 双方都摸不清楚 对方的狗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也是比较的谨慎 并不轻易出门 小民胆子非常大 现在是第一时间放下 放下了自己的第三个基地 那这样的话 DPR可能有更多的经济 来补充小狗跟提树 那这样小民要考虑一下 自己第一波如何反守住 DPR海链的这个小狗 DPR还是补了一个地堡 补了地堡之后 应该会转型到 主动经济为主的 这样一个阶段 这两条小狗居然能够拦住 我觉得这两条小狗 小民的 就是说嗅觉非常的敏 对啊 这两条小狗素养不多 也不影响DPR狗的数量 但是他还是感觉到 DPR并不是一个非常 中规中矩的一名选手 可能会出一些 你想不到大招 哎 这边咬了一个农民 其实赚了很大的便宜 赚了很大的便宜 DPR补了两个地堡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必要 真的没什么必要 对自己真的反守信心 如此不足吗 不如我们看一下 飞龙期待的时间吧 现在好像双方在正面 地面的交锋 当中已经不太可能会出现了 因为双方都铁来新了 就吃了趁趁铁来新了 就不准备进攻了 等着龙塔 龙塔好了 这边一个两个 我希望看到的是龙 应该是龙啊 对应该是龙 这边可能是自杀吧 因为如果是赵飞龙的话 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最新的比赛情况 即ABCDE组出现之后 我们又看到了F组的G G战队出现了 这边还是除了自杀 是这样 DPR现在出自杀 我觉得是 刚好因为他可以在第一时间 能够赚掉对方的 飞龙 两个房子 让对方确实有点 意想不到的 这边飞龙应该逃不掉 这么多自杀 在追一个飞龙 两条飞龙不足以 能够秒杀对方的自杀机 没有甩的意义 只有两条 还是只有两条 刚才只有一条 两条自杀 撞 两条飞龙 两条飞龙真的是 势单力薄 没有办法进行操作 这个甩得很漂亮 这个逃得很漂亮 对 哎呀 气况采集得很早 现在从局势来说 DPR是一个绝对的劣势 因为这两个地宝 补的太伤了 补一个地宝 我觉得已经是 对自己的一个很大 很大的一个损失 但是补两个地宝 就意味着自己 没有任何经济 小明 小明的自杀机 现在去哪了 小明刚才是 跑到了这个位置 因为对方的一条飞龙 把所有的飞龙 全部回救了 这个损失有点惨重 严重的严重的战施 占了两个农民的便宜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这波飞龙再过来的时候 应该说 DPR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条飞龙很活泼啊 牵制了小明 几乎是所有的阻力 DPR还是持续不断地 出自杀 自杀机 出杀机数量 出的数量很多 这不应该是 小明应有的风格 不应该是 DPR应有的风格 对 八个自杀 八个自杀 面对对方 五到六个飞龙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看看小明的飞龙 飞龙点自杀吧 好一个 点了一下 没有点掉 好一下 飞龙的漂亮 好像点了两个 撞不到啊 几样 现在自杀 看到飞龙非常的虚 非常心虚 好点到三个 很漂亮 非常漂亮 自杀本来是用来撞飞龙的 结果 操作稍微 这样点问题 好 现在的话飞龙 已经有绝对的优势了 可以 自己的飞龙可以在 迪皮亚的家里 任意驰骋啊 迪皮亚现在只能是 必清 就是要 必食积虚 然后打到对方 风格 但是对方风格 你三个飞龙 哎呀 家里出来的 辛苦来 不算的飞龙 对 也能够 轻松解决掉 迪皮亚这边 现在农民 哦 飞龙数量太多了 这样的话 真的没有办法了 完全没有办法 好 现在比赛应该是 马上就会结束 好 现在 现在是 哦 啊 迪皮亚打出了几奖 这个比赛是瞬息万变 咯 恭喜小明 达到了最终 北京分赛这个冠军 对 你